第十九章 古神废墟 刚才那仆人描述得很详细 燕港岭范围内各种家旋 组织 门派都很多 这些势力安排分层次 可分成超等 上等 中等 下等 那家 有家都算是中等势力 而十三府算是上等势力 在整个燕港岭范围内 还有三大超等势力 分别是十丰家族 淳宇家族 虎雷族 虎雷族是某个野蛮人类族群 十丰家族也就是城主家族 淳宇家族则是当地第一商人家族 血落经无比珍贵 这三大超等势力是最可能有血落经的 罗锋坐在那 手指敲击着扶手 可能性最大的 无疑是城主 十丰家族 第二就算得上这淳宇家族了 至于虎雷族实在太遥远 没必要赶过去 一名领域集 御主 必须融合一颗血落经 才能得到不朽神殿承认 有资格担任城主 所以 那位城主 肯定已经融合过一颗血落经 又是领地内最有权势的 获得第二颗血落经概率无疑最高 如果自己是城主 融合了一颗血落经 当然想再弄到第二颗 试试看是否能够再融合 不过 他是御主 而我仅仅宇宙集九阶 当然 我领域九重且精通空间 今两大本源法则 一般御主两阶三阶 我都有击杀信心 他就怕他是御主集七阶八阶 罗锋摇头 再没弄清楚对方底细前 暂时还是不去招惹那位城主的好 能控制燕岗岭 那位灵主绝对不惹 目标 春雨家族家主 罗锋双眸眯一起 寒光闪烁 计划定下 可春雨定族是整个燕岗岭内 仅次于城主的豪强 族内云霄级 宇宙级 强者就有不少 甚至于据说还有一位领域级 御主 老家伙在前修 不过有御主强者 前修是那仆人道听徒说 真实性无法确定 第二天早晨 罗锋念力 隐隐皆拨宇宙空间波动 通过空间的波动 就能察觉到数十公里内的一些气息 恩 那可来了 罗锋眼睛睁开 那可 云集892号 罗锋当即传音过去 那家父子来到这飞云阁后 还准备查查那位神秘的风 大人住在哪里时 脑海中就响起了声音 那可 云集892号 爹 云集892号 那可低声道 你怎么知道 那不惊讶看着儿子 风大哥传音 在我脑子里的 那可怜说道 旁边的那不听得暗暗吃惊 这个神秘高手 风 真可怕 这么远距离都没真正见面 就已经知道他们到了 走 那不 那可进入了飞云阁内部 虽然云集那一片区域禁止外人进入 可是那家本身就是地头蛇 轻易就让人帮忙带路了 当他们二人来到罗锋居住地时 便看到一名穿着黑色战甲的男子 正站在庭院中 风大哥 那可怜喊道 那不拜见风大人 谢风大人救我而姓名 一头银发的那部恭敬的行礼 都进来吧 罗锋一笑 客厅中 罗锋 那不都坐下 而那可则是站在他爹身侧 风大人 昨天如果不是你 我儿恐怕就丢了小命了 那不感慨道 就在昨夜 有家整个家族都被人连根拔起 有家也是根深蒂固的家族 却因为一件未知事情搞得家族被毁 昨天我儿竟然都掺和进去 想想我都后怕 连根拔起 罗锋眉毛一现 嗯 我也是刚刚得到准确消息 那不感慨摇头 这次有家竟然借了巨额外债 通过秘密渠道弄到了一套出自古神废墟的假衣 可惜昨天他们队伍被毁掉 据说假衣也被掠夺 有家根本没有办法还那巨额外债本金 更别说还利息了 所以 那些放债的 一怒杀了有家人 抢了有家那些家产 就算这样都补不了债款 这古神废墟是什么地方 一套假衣就这么重要 罗锋询问道 封大人不知道 那不惊讶 封大哥 古神废墟我都听说了呢 那可笑道 我只知道那是个古战场 占地极大的古战场 罗锋随意道 我只是疑惑 为什么古战场的一套假衣就这么贵重 从十三幅的空间戒指中得到的常识类书籍中 罗锋了解到了血落世界中一些特殊地方 一些基本讯息 其中介绍古神废墟的极少 古神废墟直径千亿公里 堪称无边无际是一古老的战场 书籍上没更多介绍 纳布莲笑道 这古神废墟绝大多数人只知道那是一个古老的战场 不过我做生意的 通过一些特殊渠道 也知道一些隐秘信息 相信封大人知道天外族群吧 知道 罗锋点头 这天外族群非常强大 极为厉害 那不感慨 按理说 任何一个云霄级强者都能冲破十八云层 飞到外界虚空中 可是任何一个飞出虚空中的强者 都会被那些生活在虚空中的天外族群给杀死 我们无法进入虚空 可也幸好 那天外族群很难降临 纳布笑道 听说每一次降临 对天外族群的代价也极大极大 罗锋一正 代价极大 在很久很久以前非常古老的一个时期 那不感慨 那时候 我血落大陆强者如云比现在还要多 而那时候天外族群降临 当时天外族群的可怕强者们 和我血落大陆的不朽神灵们组成的强者军队进行了一次神的战争 神的固争 罗锋眨巴下眼 我们血落大陆 损失惨重 一味为古老不朽神灵陨落 不过 虽然牺牲很大 可我们还是将天外族群给赶出去了 那不眼睛发亮 从那一次战争过后 天外族群再也没有过大规模的降临 而那一次大量不朽神灵对战的古老战场 就被称之为古神废墟 因为那浩瀚的区域的确是支离破碎一片废墟 旁边的少年那可双眸放光 大量不朽神灵组成的军队 神灵军队彼此战争 真是让人惊叹啊 罗锋笑笑 古神废墟 或许那里的确发生过大量不朽进行对战 可是说天外族群被打败就太可笑了 不说别人虚拟宇宙公司的那些尊者 宇宙国主们随便派来一个都能轻易毁掉整个血落世界 古神废墟 有很多天外族群的特殊武器甲衣 也有一些不朽神灵陨落的甲衣兵器 这些即使是残破的也依旧非常贵重 那不说道 而且古神废墟中煞气非常重 一些修炼者进去 一指烧刹就会被煞气侵入整个人变得疯狂 然而还是有很多人进入古神废墟 想要寻找不朽遗传的宝物 而且煞气越重的人越容易融合血落精 所以令很多强者都不顾危险进入古神废墟 那不感慨 总之 古神废墟是最可怕的地方 也是最让人痴迷的地方 我们大陆上无数强者前赴后继的进去 哦 罗锋眉头一皱 煞气 血落精 之前自己看的书籍上 曾经说杀戮超多越容易融合血落精 而那不说 煞气越重越容易融合血落精 所以无数强者前赴后继进去 原来 杀戮是为了让煞气更重 罗锋暗道 这血落精到底是什么宝物 为什么杀气重的人才更容易融合 古神废墟 如果我得到多一点的血落精 融合不成 也可以去古神废墟试试 罗锋暗道 这那家父子的到来 令罗锋心情很好 因为知道了一些古神废墟的讯息 这可牵扯到自己能不能成血无者 飞云阁 罗锋住处 罗锋拿着书籍 正坐在二楼栏杆旁看着书籍 同时奋出一丝一丝 连接虚拟宇宙网络 虽然现在正在进行修炼任务 可是修炼任务和钻研本源法则 学习并不矛盾 与向山太出区 乌卡的庄园 荣军 罗锋 听说你们俩都开始修炼任务了 乌卡看着罗锋 荣军 你们都选择的什么级别 困难级 荣军说道 罗锋 你呢 乌卡看向罗锋 荣军也看来 危险级 罗锋说道 这顿时令乌卡 荣军大吃一惊 乌卡更是瞪大眼睛连道 罗锋 你这第一次接修炼任务就接危险级 那太危险了 是很危险 我现在就有些小麻烦了 罗锋 无奈 我这困难级 我都不敢丝毫大意 疯子 你可真疯 荣军笑着摇头 一丝意识在虚拟宇宙网络 而本尊则是在血落世界燕港城中开始对付纯语家族家主的准备工作 首先 得弄清楚纯语家族家主长什么样 确定目标身份 其次要弄清楚纯语家族的府邸内情况 没事 罗锋摇头 嗯 我走了 今天要办大事 不能分心 祝你好运 乌卡说道 你可别在这修炼任务上丢了小命 荣军提醒道 放心吧 罗锋摇头一笑 随即人影凭空消失 已然离开虚拟宇宙网络 血落世界 烟港城内 夜 经过六天认真探查 做好充足准备的罗锋 化为一阵风 悄无声息的便离开了飞云阁 片刻后便来到一座占地数十公里的超豪舍府邸 也是仅次于城主府的一座府邸 纯语家族 空气震荡 一道人影凭空出现在府邸院墙外 正是罗锋 早安 我们就会见死了 小心 红尔 简直到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